今天是大年初一 大家新春快乐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现在呢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 有很多犯罪的行为 正在悄悄的蔓延 很多是我们已经看见的 像是各大城市发生的 枪击案 盗窃案 抢劫案等等 还有很多是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可以看到 未来一定会发生的 现在已经存在着 重大隐患的事情 比如说男女性别认知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被拿上桌面的 绝大多数原因 是因为它打破了基本常识 但是其实背后隐藏着 非常巨大的犯罪隐患 世界上呢 真的只有两种性别 那就是男人和女人 这不光是祖祖辈辈都知道的传统 一直追溯到人类的起源 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 也只是创造了这两个性别 但是现在在觉醒文化的催化下 男女不分的情况 在美国日益严重起来 人们不愿意承认 生理的差别足以表达两种性别的不同 整个社会 左派基金分子 包括博士专家在内的那些人 都慢慢的向着精神疾病的方向发展 Lia Thomas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游泳运动员 因为之前的一场比赛一战成名 她是一名生理男性 在变性后参加了女子的游泳比赛 比第二名领先了40秒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 我们都看过很多的运动比赛 在游泳比赛里面 基本上前三名的角逐都是非常激烈的 前后一共也不会差到太多的时间 但是这个男生一参赛 他就能把原本女生的冠军运动员 给落下40秒 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个搞笑无奈又心酸的经典场 然后那里上他出入三丑 他出入三丑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按下来 他出入了二次的一次 还是别人之间 然后这出入了三丑 而且是完蛋了 然后这位女士这类士要是二专的 没有 有没有 他们要得到车速度 还有这位 这个是二专的 没有 她比较多,这些女孩,这些女孩可能会在第二阶 没有,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阶 然后, Will 坐在那儿,等着,还没离开 最后,我认为这应该是,这应该是第二阶段的结果 现在,我们来看观众,观众知道是真正的赢 就这个40秒 她都能趴在岸边喝杯咖啡了 在这个比赛视频被曝光之后 和Lia Thomas一起竞争的女生,还有各界的人士 甚至连变性的前奥运冠军Kalen Jenner都出来批评 说男人不能参加女子的比赛 请把女子运动还给女生 但是在受到了外界猛烈的批评之后 学校并没有打算停止Lia Thomas的参赛资格 根据Lia Thomas的队友说 如果有人想要试图阻止她参加比赛 学校方面很有可能会提起诉讼 来保护这一位变性人的权利 那么在这整个事件里面 其实表达出来的不仅仅是说 对女子运动的不尊重 也不仅仅是说这些睁眼说瞎话的觉醒的学校老师们 更是表达出来女生们的人身安全问题 因为这一位自称是女性的男生 给她的队友们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感觉 跟她一个游泳队的女生们被强迫要接受跟这个人使用同一个更衣室 因为学校说不让她进更衣室就是在排挤她 排挤变性人群体 但是这个关键问题有点难以启齿 虽然这个Lia Thomas在接受变性的治疗 有在打一些激素针 但是她的男性器官都还在 如果你看她的照片 你也并不觉得她是一个女的 因为她不管看起来 还是实际上都完全是一个男生 不仅如此 她的队友还透露 她在更衣室里面跟这些女孩子一起换衣服 会暴露她的下半身 而且她虽然自称是变性人吧 但是呢她看到女孩子 居然还会起生理反应 在换衣服的时候一览无余 而且她在生活中也会和女生约会 所以她是喜欢女生的 她并不是那种已经做完手术切除器官 并且只喜欢男生的那种人 她是一个完全的男性 每天光着身子起着生理反应 在女生的更衣室里面 在他们的面前暴露 而且这些女生不能赶她走 因为她是高贵的变性人 每天这些女孩子 不光要跟她一起用更衣室 还要必须被迫接受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管你怎么刻苦的训练 最多只能争取第二名第三名的位置了 因为只要她在一天 第一名就不可能是女生 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学校的游泳队再来几个变性人 女子游泳队就彻底变成了变性人的大本营 那么这些女生就彻底变成了比赛中的陪跑 尽管事情发生的如此糟糕 但是在觉醒文化下面 没有人敢喊出来 因为你喊了你就是歧视 你喊了你就是不包容 不光学校方面为这个男生说话 你要是得罪了LGBTQ的群体 那帮人多疯狂啊 惹得起吗 现在已经不是权力不权力的问题了 也不是比赛不比赛的问题了 这种行为是在纵容犯罪 我们之前看到Virginia的Lowden County 就是一个穿着裙子的 自称是变性人的男生 堂而皇之的走到女厕所里面 强暴了一个14岁的女生 这是要阻挡变性人和女性 使用同一个厕所和更衣室的根本原因 你怎么能够保证这个Lia Thomas 哪天受性大发了 她会对游泳队的女生做什么呢 她会在女厕所里面 对其他的女生做什么呢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吧 不过没有关系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 先来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 在这里要给大家带来一个 绝对非常棒的好消息 工作太累太辛苦吗 因为疫情实在憋得太久了吗 现在过年想给自己一些奖励吗 加南美的旅游公司 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深度的了解 人人都向往的圣地以色列 加南美的旅游公司 是我们全洛杉矶唯一的一家专精 而且是只做圣地旅游的旅游公司 同时也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4月份让加南美的带着我们一起踏往以色列的道路吧 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 现在正在火热的订购当中 旅游这种事千万不能等 现在就是绝佳的机会 因为这个节骨眼真没有那么多人 约旦跟以色列以前那是人潮涌挤 尤其是那些经典的景点 要参观你就得先排队等着 现在呢不用排队 因为旅游的人少 今天呢我就在这给大家透露一个会去的地方 旧约圣经 大家如果读过的话就知道 在《猎王记》上18章20到40节 有记载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以色列人呢拜巴利 说巴利是真神 当时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以利亚一个人 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 结果以利亚就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谁是真神 以利亚一祷告 耶和华神由天降下火来 将他所献的烦祭跟水全部都烧尽了 所有的人马上跪地服服敬拜 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多精彩的故事啊 加南美帝就会带我们去这个事情的发生地 加密山 山上还有以利亚的纪念堂 从山顶还可以眺望整个米吉多平原 当天晚上还会在美丽的加利利湖畔酒店 吃晚餐和过夜 多美的故事 多棒的行程 全城都有基督徒和当地以色列专业的导游 以史实讲解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赶快来看我们屏幕上的地址 打电话来订购吧 AI News观众朋友 打电话的时候你就说你是我们的观众 会特别的获得100美元的优惠哦 跨性别现在其实不光是一个可以赢得比赛冠军的借口 更是一个最好的在法律上面脱罪的借口 近期一个叫James Tubbs的人被捕 他在爱达河州被指控殴打 那警察逮捕他之后呢 用他的DNA在国家数据库里面一匹配 居然发现他就是警方找寻多年的性侵犯者 他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 在南加州的Palmdale一家Dennis的餐厅卫生间里面 性侵了一名10岁的女孩 那个时候他17岁 还有两个礼拜就满18岁 而现在呢事情过去很久 他已经是一名26岁的成年人了 在他被捕认罪之后 一系列荒谬的事情就发生了 现在他告诉执法人员 他是女人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屏幕上的照片 满脸大胡子的男人 他说他认为自己是女人了 洛杉矶县的检察官George Gascon认定 虽然他现在是成年人 但是他犯案的时候只有17岁 而且他现在又是一名女士 所以对他最终的判决是 关到青少年的监狱里面 为期两年 而且是跟青少年的女生关在一起 由于这个案件是由青少年法庭经手的 所以这个人不会被登记为性犯罪者 一个26岁的曾经性侵10岁女孩的男性 现在只要服刑两年的时间 而且跟一群未成年的女生关在一起 那他在这两年中 在监狱里 他不是更有大把的机会 去残害那些青少年女孩吗 一个犯罪情节严重的成年人 怎么还会被关在青少年的监狱里面呢 那根据洛杉矶的地方检察官 George Gascon的说法是 她是一位变性的女士啊 他很怕这个成年人的监狱 会对这一位变性的女士 有歧视的行为 他甚至还提出来说 这个人呢 他其实不用进监狱也可以 在家里面服刑两年就行了 针对这个案子这样的情况 调查案件的检察官 对于George Gascon的说法 完全不能够理解 检察官在法庭上指出 法律有明文规定 在犯人刚迈入19岁的时候 他就要被转到成年监狱去 而这个人现在已经26岁了 他希望法官能够做一些什么 来阻挡George Gascon的行为 但是法官表示 根据现在的立法 法院已经没有权利 把成年的罪犯转移到成年监狱去了 The case was prosecuted in juvenile court and not transferred to adult court due to L.A.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George Gascon's policy not to prosecute juveniles as adults A juvenile judge sentencing Tubbs to two years in a juvenile lockup facility today prosecutors arguing in court for the judge to transfer the 26-year-old Tubbs to an adult jail saying in their opinion the law gives the judge that authority In crystal clear terminology provides this court with the authority to order a transfer of an individual to sheriff's custody or to a county jail facility after that individual has turned 19 years of age After hearing arguments the judge basically stated that under current legislation a person who commits a crime as a juvenile and is locked up in a juvenile facility once they turn 19 the court has no authority to transfer that person to an adult facility this court will not disregard what the legislature has put onto it as a limitation this court makes a further order that the department of probation is to make any necessary arrangements to allow probation personnel to take custody of Ms. Tubbs t today from this building here and to transport Mr. Tubbs to an appropriate secure youth treatment facility within Los Angeles County 就是因为这样的立法 所以法官被绑手绑脚 无计可施 因为George Gascogne的 亲犯罪行为 洛杉矶现在已经变成了 犯罪的天堂 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发起了 针对他的罢免活动 我们在节目中 也有跟大家说过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去年10月份 这个活动就已失败告终了 不过没关系 上个礼拜四 洛杉矶县登记官 已经批准了新的情愿书 新的一轮罢免征集签名活动 已经开始了 现在必须要在7月6号之前 收集到566,857个签名 占当前所有登记选民的10% 然后才能够开启罢免程序 我把罢免的情愿书下载地址 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欢迎大家去填写 转发 也加上祷告 在7月6号之前 我们一定要收集到足够的签名 把这个为罪犯辩护的检察官 罢免下去 虽然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这些邪恶的事情在发生 好像正义得不到伸张 就会有一种灰心丧胆的感觉 之前也有观众给我们的频道留言 他说 美国光明的未来 用什么来守护呢 用虔诚的祈祷吗 用乐此不疲的一次次集会吗 用反复的退让和妥协 像一个自说自话的绅士吗 还是用强有力 简单有效的方式 使国家免遭更大 也许是灭顶之灾 不知道 但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善 这位朋友的留言呢 我是非常能明白 我很能够理解他的感受 因为很多时候 好像我们经过了很多努力 但是看到事情并没有改善 所以就很难有继续坚持下去的耐心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些黑暗的事情能够暴露出来 我们还能够对这些有一个基本正常的判断 人心还能够明白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邪恶 这就恰恰正是代表着美国还有光明存在 不仅仅是在美国 在整个世界上 如果你想要一直找寻一种最强有力 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那就是祷告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或许这一切让你听起来感觉很可笑 认为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梦幻泡泡 好像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请回顾美国的历史 请回顾美国建国的根基和宪法 没有圣经 没有基督教 这个国家绝对不会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 也绝对不会成为华人移民的首选 我们也都不会有机会 来到这一片自由之地和勇者之家 无神论者听起来很可笑的虔诚的祷告 恰恰是维护了这个国家一切的根基 在默默之中成了每个人的保护 成为了我们性命的保障 如果你看保守派里面的人 里面基督徒的比例到底有多少 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对美国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在人民心中得到认可的川普总统 还有德州州长佛州州长 新上任的弗吉尼亚州的精英三人组 哪一个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呢 你看现在在加拿大反对强制疫苗 卡车游行的车队 他们会手拉手的用主导文一起来祷告 那在疫情期间变成了最热门搬家的州 田纳西州的州长也是一个大胆公开 要坚持在圣经真理上的州长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都爱搬去的州 州长是秉承什么来治理的 我们的美国是被试图的 我们的美国是被试图的 但在 Tennessee我们是试图的 美国没有失败的路 从 frontier到 frontrunner 我们的州长已经是一项链 的国家在225年 这就是美国在最最好的 我们保护神的自由 我们保护神的自由和平和平的社会 我们在美国有的最大挑战 我们 value the privilege of America 我们保护神的美国 我们保护神的未来 我们保护神的未来 现在比 ever 我们的永久 我们如今的世界 是最维度的日本的世界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保护神 我们的历史和医生 我们的第一个工人 小伙子 我们的社会 在小小伙子 在那里 是本来的 港元人的州 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时代表 是非兴养的 在的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不是人在守护美国 美国获得今天一切的成就 也并不是靠人的手来做的 只要你回顾历史就会发现 靠人手做的到最后只会变成集权 人民只会变成被压迫的牺牲品 如果没有人继续维护圣经建国的根基 如果没有代导者虔诚的祈祷 美国今天的光景就会变成加拿大 澳大利亚甚至有可能会更糟 如果要是讨论 美国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光景 一年不如一年 最大的原因就是人开始拒绝神 把圣经祷告赶出校园 扭曲圣经的价值观 堕胎合法 同性婚姻合法 自以为是不相信有神 自己做神 只相信自己 把科学变成这个时代新造的神 这就是美国会被仇敌迷惑的原因 仇敌一直在做抵挡神的工作 人们总是想用自己动着脑筋 想要试图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把美国变得更好 但是结果就是变得越来越烂 很多左派政客是人投票投上去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们没有圣经价值观的教导 分不清对错 川普为什么会坚持做对的选择 他怎么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为什么他受到那么多的威胁和逼迫 他还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 因为他有圣经的教导 他知道他有神的保护 最有效改变美国的方式并不是发动核子战争 也并不是期待大军压境 把白宫里的叛国贼都抓起来吊死 这些看起来爽爽的喊口号和小短文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看了不少 作用只不过是异想带来的多巴胺激素分泌 起不到实际的效果 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 如果你真的想要让这块土地成为你的后代可以永久居住的流奶与蜜之地 如果你真的认为正义应该得到彰显 黑暗要退去 那么请你献上虔诚的祷告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不管你在生活中 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什么 神都一样的爱你 并且一直都在等待你 一样会听你的祷告 下面我就来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 我们再次的呼求你 请求你列天而降在美国 请求你在新的一年 做伟大奇妙复兴的工作 在这一片属于你的土地上 我们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 今年是美国和美国人民觉醒的一年 今年将是结束美国被敌人操纵 邪恶的势力要被清除 自由之中再次敲响 公义回到美国政府的一年 今年将是圣经进入各家各户和学校 恢复以圣经真理为基础 教导美国后代的一年 今年将是美国与神对齐的一年 是美国再次强大的一年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圣名请求的 阿们 阿们愿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每一天都被平安喜乐浇灌 神的真理充满 让我们一起在未来继续努力 让美国恢复成为神得胜的国度 如果大家还想要继续祷告 我把我教会的网站放在细细栏中 在网站上的祷告城墙里面 有很多的祷告范本 大家可以一项一项的来为美国祷告 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一定会带下美国的大复兴 不光是祷告 实际行动也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记得要去签罢免 George Gascogne的请愿书 同时也欢迎来支持 基督徒保守派的企业MyID 这家企业是真正的在付出行动 来帮助那些被人口贩子摧残的儿童 这些孩子受尽了虐待和凌辱 在被拯救出来之后 心理和身体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创伤 MyID一直在致力于帮助这样的孩子治疗 给他们传福音 让耶稣来亲自做医治和恢复重建的工作 MyID是一家生产高端护肤品的公司 全球独家采用神秘果提取的精华 在实验室中经过长久打磨 制作出来的高端面膜 欢迎登陆MyID的Live来购买面膜套组 所得的纯利润都会用来帮助这些孩子们治疗 有一部分也会支持到我们的事工 在购买时 输入折扣码AINews就会免费获赠一组眼魔套装哦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AINews全体的员工在这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失去至亲或至爱是人生最深的哀痛 经历失落而仍处在伤痛的朋友们 鼓励您一同来聆听 由缴生癌症协会主办的线上讲座 走过哀伤迎向彩虹 2月5日星期六 每夕时间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讲员张皇求邦博士 半年面对丧亲带来的悲伤 及如何整理情绪 重新生活 其后还有支持小组 陪您一起走过哀伤迎向彩虹 查询电话626-286-130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